2016年5月11日 一名来自中国的女留学生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德国东部小生德少 被人发现时 她躺在一片灌木中中 遍体鳞伤 女孩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优秀的建筑师 找了一份心意的工作 成立家庭 孝敬父母 可谁能想到 一对恶人的循环作乐 让她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 而更为可恨的是 凶手的父母 在中国驻德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后 已然照着警察局长的身份 影响案件审理 让真凶迟迟不能得到法律的制裁 大家好 我是老袁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案件 冲上国际热搜的 李扬节御害案 位于德国萨克州 安哈尔特州的小城德少 虽然人口只有11万 但是这里有著名的 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的德少校区 在这个校区里 有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 原包豪斯德少时期的校社 现在有超过108个国家的 近2500名外国留学生 在这里学习深造 他们颁发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均得到中国及世界各国的承认 这座美丽 且富有建筑底蕴的小城 到处都悠扬着独特的风情 透着一股安静 祥和 舒适的气息 2016年5月11日晚上8点半左右 来自中国河南郊座的女留学生李昂杰 像网上一样翻红漫跑 他路过平日里 经常买东西的超市时 还向熟悉的店员热情的打了一个招呼 一切都是那么的惬意 李昂杰心情非常好 因为再过两个月 他就要毕业了 身处异国他乡 虽然他接受了很多朋友 但一直都觉得没有家的归宿感 一想到很快就可以回国 就可以回家 就可以看到爸爸妈妈 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建筑设议工作 李昂杰跑着跑着 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是他并不知道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跑步 因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他会经历一种 被称为难以想象的罪行的残忍对待 就在李昂杰慢跑回程的路上 他看到一个女人 正费力的搬着一个大箱子 眼光闪烁的看向他 向来都是热心肠的李昂杰 对于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忙 他从来都不回避 让我来帮你吧 李昂杰停了下来 他要帮助眼前的这个陌生女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 李昂杰和这个陌生女人 一起搬到行李 在经过一个狭小的楼梯后 走进了一间陌生的屋子 此时善良的李昂杰并不知道 在这间屋子的门后 站着一个一米八的大个子男人 正虎视眈眈的蹲守在那里 就在他进门的一刹那间 这个男人一把就抓住了李昂杰的手腕 然后捂住了他的口鼻 李昂杰1990年出生在河南交座 父亲是一名警察 家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也算是家境殷实 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儿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她乖巧懂事 总是把笑语挂在脸上 作为学校的优等生 她与同学们相处融洽 乐意助人 深受老师们的喜爱 梁杰的梦想是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她无数字的幻想着自己设计的作品 能够到处处理在祖国的大地上 时间转眼到了2006年 这是梁杰高中的最后一年 学习成绩一项很好的她 考上了新向网制的河南科技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当李杨洁拿到录取通知时 非常的开心 她跑到父母的面前喊道 老爸老妈 我终于可以进入建筑行业的学府了 看着女儿手中的通知书 一项寡言的父亲 也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 笑笑说 走下馆子去 他们的女儿向建筑师的梦想又靠近了一步 必须要庆祝 大学的时光短暂而又漫长 李杨洁始终为建筑师的目标 努力前行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4年 梁杰拿到了一个留学读研的机会 那是德国德哨的一所 以建筑设计建厂的学校 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 原包豪斯曾经在德哨时期的校舍就在里面 那可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 是多少建筑师的梦想之地呀 想到女儿将要在异国他乡生活几年 父母纵然有一千个一万个不舍 但还是权力支持 去吧好好学习 等学生归来再为国家做贡献 因为他们知道 那是女儿多年的梦想 像许多父母一样 在临出发前 两个人呢 还是忍不住的一再叮咛李杨洁 遇到什么困难 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扛 要及时和爸妈说 爸妈不在身边 要注意安全 在那边 能忍就忍 不要和别人争高低 你要有出息 我们开心 没有出息 一样是我们的乖女儿 但父母的关心 尤其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面对父母的唠叨 李杨洁只是露出圆圆的笑脸 知道了 放心吧 到了德少之后 李杨洁就爱上这座美丽的小城 虽然他没有老家的人间烟火器 却到处都透着一种安静祥和的气息 在求学期间 李杨洁在学校附近租了公寓 他的性格开朗温和 非常招人使唤 一起租住的室友也是中国同学 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除了学习和运动 大多数的时间 他们都待在一起聊天追剧 对彼此非常了解 李杨洁的生活非常自律 几乎不睡懒觉 更不用说逃学旷课了 所以他的成绩一直都非常好 而他的生活习惯也很健康 他饮食清淡 很少在外面吃饭 而且监视每天晚上都跑步 但是做警察的父亲 很担心李杨洁夜跑的安全问题 为了让父亲放心 李杨洁就规划了一个 非常安全的跑步路线 这是他经过观察和慎重思考之后决定了 他不仅立家计 而且警局就在附近 他认为在这条路上 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而且每次跑完不后 回来正好路过便利店 刚好可以购买第二天的食材 非常方便 他的室友兼闺蜜 有时候也会让他捎带一些东西回家 他也总是痛快地答应 一切看上去 似乎都是那么的美好 可是谁能想到 就是他即将毕业的前两个月 灾难就发生了 2016年5月11日晚上 李杨洁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后 就开始了慢跑 一般情况下 他八点半出发 十点左右就会回到公寓 但是这一天 室友一直等到十点半 也不见他回来 给他打电话过去 一直没有人接 李杨洁在之前 也有过在运动时 突然有事要回学校处理的情况 毕竟七月份就要毕业了 他的学习任务还是很重的 等不到李杨洁回来的室友 以为他和之前一样回学校处理事情了 就自己回房间睡觉了 但是第二天醒来后 室友发现李杨洁根本就没有回来过 之前李杨洁从来没有过不打招呼 就夜不归宿的情况 室友马上就给李杨洁的导师打了一个电话 但是导师告诉他 昨天晚上他并没有找过李杨洁 而且李杨洁也没有联系过他 室友觉得情况不妙 就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李杨洁失踪之后的第三天 2016年5月13日 警方在附近一个破旧房屋前的灌木丛中 发现了一具女孩子的遗体 遗体被抬出来的时候遍体鳞伤 而且面目模糊 难以辨明身份 经过DNA的比对 警方确认遇害人正是李杨洁 室友和李杨洁的导师 都不敢相信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 竟然会遇害 他们待坐了很久 都没有缓过神来 很快的 李杨洁遇害的消息 就在这个宁静的小城传开了 在这座宁静的小城里 发生死亡事件本来就让人惊讶不语 但随之而来的事件报告 更是让大众和媒体颇为震惊 法医经过验伤后发现 李杨洁在生前遭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在他身体的多处都有骨折和重击的痕迹 并且还受到了侵犯 在他的体内找到了男性分泌物的残留物 警方认为 凶手是在杀人后 从别墅将尸体拖运到此处抛尸的 李杨洁遇害的恶号很快就传到了父母耳中 他们不敢相信 几天前还在和他们视频 说马上就能毕业回家的女儿已经不太人事 管过神来的两人马上就赶往德国 并且发誓一定要揪出凶手 将他生起一发 以告慰女儿的载天之灵 身为警察的父亲 制导李杨洁的运动无限 在实地勘察后 他坚持认为女儿是在公寓附近遇害的 当地警方拗不过李父 只能在公寓附近展开调查走访 但是案发十天过去了 他们毫无进展 但就在德国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人匪夷所思 就在李杨洁遇害后的第十天 有一对情侣到警局自首 男人名字叫塞巴斯蒂安 女人名字叫克塞尼亚 他们两人大摇大摆的走进了警察局 说在案发当晚 他们三个人曾经在一起过 李杨洁在经过他们公寓时 主动和他们搭山 并且后来又在南方的公寓里发生了关系 截图之后李杨洁独自离开 两人说与李杨洁原来并不相识 他们是纯新闻上知道了他遇害的消息 所以就来警局报告一下 看能不能对破案有所帮助 但是真相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这件事 被李杨洁的父亲和室友知道后 他们根本不会相信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坚决的表示 这对情侣是在撒谎 李杨洁一直都洁身自好 而且他整日都和室友待在一起 如果有什么想法 绝对瞒不过室友的眼睛 更何况当晚李杨洁还约了室友 跑步回来之后要一起追剧 所以不可能发生这对情侣描述的事情 警方为了查出到底谁在撒谎 就对情侣两人和李杨洁的室友进行了多次询问 情侣的叙述次数越多 出现的差错也就越多 到了后来已经是逻辑不同 漏洞摆出了 很明显撒谎的是情侣二人 警方将他们依法进行了逮捕 德国警方在搜查塞巴斯蒂安住所时 发现了地上残留的一点血迹 经过化验比对 确认血迹就是被害人李杨洁的 而且就在附近 还有一个古董店的摄像头 可以拍到塞巴斯蒂安的住所 拍下了李杨洁进屋的过程 这本来是铁案如山的事实 但在隔天的案件发布会上 却出现了荒诞的一幕 警方的发布会让人气愤不已 根据警方的说法 在事发当晚 李杨洁来到塞巴斯蒂安家中 玩三人运动之后就离开了 警方不仅没有陈属两人的犯罪事实 反而大肆宣扬李杨洁主动进行了三人运动 将李杨洁塑造成为一个不自爱的形象 想要借此损害他的名义 转移大众的注意力 针对警方的发布会 梁杰父亲和朋友马上就提出了疑议 而且大众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糊弄过去的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这起案件的讨论之中 后来有人扒出了这对情侣的身份 同时也揭露德国警方 避重就轻颠倒黑白的原因 科泰尼亚很简单 就是一个20岁的普通女孩 但是塞巴斯蒂安就不一般了 他的母亲是一名警员 继父是警察局局长 有这么硬的后台 怪不得能够让德国警方罔顾事实为他说话 虽然塞巴斯蒂安时间只有20岁 但是已经发现了40多起的案件 但是由于母亲和继父的包庇 所有的案件都被案中解决 塞巴斯蒂安一次次的都躲过了制裁逍遥法外 而这一次塞巴斯蒂安的母亲 还参与了早期案件的侦查工作 不容参也能知道 很有可能的情况就是 在调查到儿子有嫌疑之后 母亲又开始了包庇儿子 让儿子去警察局认罪 好减轻儿子的罪行 因为在李洋洁遇害的第二天 塞巴斯蒂安与母亲的通话记录 一下子多了几十条 然后还在继父的安排下搬家了 对家中还做了清理 这种种异常都让人不得不怀疑 而且在塞巴斯蒂安被捕后 她母亲虽然不再参与调查 但是她已然阻碍案件的调查 先是以精神抑郁的理由拒绝作证 再被检察官指出她撒谎时 索性装都不装了 直接就行使了沉默权 拒绝出庭作证 随着那一幕被网友扒出来的越来越多 民众们的民怨沸腾起来了 他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他们在警察局门口拉起了横扶 要求审判塞巴斯蒂安 而中国驻德大使馆 也在得知此后的第一时间 就要求德国警方迅速破案 以确保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不受侵犯 在种种的压力下 德国警方顶不住了 他们不得不公布了5月11日的监控记录 原来李洋杰只是热心的帮助 克塞尼亚拿行李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三人运动 只是他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到这里可以说已经是铁证如山了 但塞巴斯蒂安和克塞尼亚一直保持沉默 导致了案件的审理过程长达8个月 在第14开庭的时候 克塞尼亚顶不住社会各界的压力 终于招供了一部分的内容 提供了一些对塞巴斯蒂安非常不利的案发细节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招供 可以将自己谋杀的嫌疑将到最低 通过克塞尼亚的口述和也有的证据 警方还原出了案发室的完整情形 根据克塞尼亚的说法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基础侵害过 他的内心极度的缺乏安全感 他很爱塞巴斯蒂安 很害怕失去他 就在案发当晚 他与塞巴斯蒂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塞巴斯蒂安说他没有办法满足自己 于是就和他提出了分手 当时他们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他们两个亲生的 还有一个是克塞尼亚与前男友的孩子 克塞尼亚恳求塞巴斯蒂安 不要抛弃他和孩子 为此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塞巴斯蒂安就提出了一个变态的要求 让他帮助自己物色侵犯对象 来满足他的授予 就这样 当晚路过此处的李扬杰就成了他们的猎物 克塞尼亚出门后拦住李扬杰 称自己需要帮助 自己有箱子要搬回家里 但是他一个人搬不动 就好让李扬杰帮助自己 善良的李扬杰 何曾会想到这其中的凶险呢 当他帮助克塞尼亚 抬箱子进屋内的一刹那间 一双大手就捂住了李扬杰的嘴巴 然后将他拖进了一空房间 实施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至此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但是克塞尼亚的招供 真的是他良心发现了吗 其实并不是 他只是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幼年 被击负侵害 长大之后又遇到变态男友的受害者形象 试图呢 博取同情 减轻自己在法律上要承担的罪行 根据后面庭审中披露的信息 李扬杰全身多处骨折 生前经历了数个小时的非人折磨 用检察官的描述 他先是被暴力侵犯了一个小时 随后被丢弃在线上 三个小时之后 返回现场的塞巴斯蒂安和克塞尼亚 看到李扬杰还依稀尚存 又试图在水桶中将他淹死等等暴力手段 后来还有专业的评估人员 在现场进行了声音测试 李扬杰遭受暴力时所发出的声音 整栋楼的居民都能听见 不知道这些附近的居民听到之后 做何感想 最终李扬杰被丢弃在一处灌木冲中 一直到发现 可怜的是已经没有人知道 他是死在灌木冲中 还是被拖行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但是塞巴斯蒂安却显得非常的冷漠 在三十多场的庭审中 丝毫没有一点点的悔过 在之前的调查中 他还出现了排外的倾向 当被问为什么要杀害李扬杰时 塞巴斯蒂安淡淡的说了一句 因为他是中国人 这样的出生 还有什么理由活着呢 可是德国并没有死刑 2017年8月4日 在经过了一年多的调查 取证和几十场庭审后 塞巴斯蒂安被判处终身监禁 且不得假释 这是德国最终的刑罚 老袁真诚的希望他 接下来的余生 永远不得安宁 但是克塞尼亚的阴谋却得逞了 他只获得了五年半的刑罚 罪名仅仅是不良对待罪 理由呢是荒唐的心智不成仇 当地官方竟然厚言无耻的 用了青年刑罚来量刑 而更为离谱的 这两个恶门的辩护律师 竟然还以幼年遭受家暴 患有身体疾病的理由 同时为这两人开拓 好在塞巴斯蒂安没有因此而逃过惩罚 对于判决结果 梁杰父母的律师表示了认同 在没有死刑的德国 不能假设的无期徒刑 就是最高的惩罚 塞巴斯蒂安因为他的恶行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审判决后 塞巴斯蒂安提出了上诉 但是呢却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 维持无期徒刑不得假释的原判 虽然罪犯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但是李杨洁的生命 却永远的定格在了以国他乡 李杨洁去世后 德国很多地方都有群众自发组织悼念活动 他们站在李杨洁的一项前 为他的离去而惋惜 李杨洁的父母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这样的心理创伤是一辈子都无法抚平的 善良是李杨洁选择面对世界的方式 却成为了一把刺向他胸膛的利刃 善良没有错 错的是利用别人的善良去实施罪恶行径的人 善良应该是人人向往赞美的美好品质 而不应该成为被伤害的理由 每个人都可以用善良赤诚的心来面对世界 但是不要忘了保护好自己 李杨洁原本拥有花样的美好人生 却在遇过他乡残忍的凋谢 真心让人痛心 不过 适则已逝 生则只能喜去悲伤 在未来的日子里好好地生活 好了朋友们 我是老元 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关注和留言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关注和留言